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缘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三天后,一名惊人的四生孝,财神爷亲自登门送财,运势的好坏,据定了赚钱的多少,生活的好坏,但运势却不是自身能够左右,而是要看自身的命理情况。 这四大生孝在之前,过的运势一直都不是很好,所以生活也比较辛苦一些,但是三天后,这四大生孝将会有大运灵命,迎来一场大财运,要发大财了,三天后,福门开,好运来,接喜天才桃花开,喜抱贫传,蜀鸡人聪明灵巧又才智过人,且具有实践精神,他们做事都很用心。 又能力也十分出众,靠住强大的毅力和不断地求之欲望,很快就能迎来转运,同时属鸡的朋友们,福星入命又吉星高照,万事大吉大利,事业当中发展顺利,很财锋利达且赚得万贯家财。 三天后,运势连连连迸发,财运上上千,而且赚钱运势更是一路绿灯,不仅正财好,偏财也好,据八方之财,自然是极易收获哄财。 不管是创业的还是工薪一族,都会非常顺利,大富大贵也很容易实现,生财有道,事业蓬成万里,心想事成,只要勤肯努力,就能得到领导的青睐。 生千高位,并且福星高照,横财滚滚来,赚得腰缠万贯,三天后,紫气东来,财运挡不住,贵人赌门上便土豪,数数的人,他们三天后财神附体,财运上上千,横财大发一千万。 喜天贵子,饱受官德华盖即兴庇佑,受好运影响,有望告别较长一段时间烦心事多,生活普通平凡的状况,到时候大运加深,在购彩和牌桌上的横财格外丰厚,此番好运帮助他们财源广进。 三天后,财运旺盛,富贵迎门的四大生肖,未来一零年富贵不愁,属牛的人。 三天后,财运旺盛,采了狗屎运,发横财赚大钱便富翁,必万事顺遂,财运一直都很好,他们的财运和努力成正比,财运来了加上自己的努力,必定越来越有钱,赚钱也越来越轻松。 富贵的流油,转身变成一个身价猛生的大富翁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未来一周买房又买车的生效。 面对高楼大厦,大家是不是很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? 面对来来往往的车辆,大家是不是很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呢? 想法虽然好,但是却不容易实现,未来一周会有一些生效有了偏财运势,大家能够获得一份偏财。 练星座小编建议大家去买张彩票,这样车子和房子都与自己有关系了,可以过上更加安逸的生活。 生效狗,属狗的人,这个属相的人们特别讲义气,对身边的朋友特别好,这样一来大家就有了好人员。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,属狗的朋友运势就会特别旺盛。 这样一来,大家的桃花运势就很好,可以成功摆脱单身。 既然这样,不妨抓紧时间去准备婚礼,开启新的生活,另外事业上面也有发展。 大家多了时间去做投资,即使是买张彩票都能得到收益。 请大家多听身边人的建议,做了投资才能买车买房。 生效猪,属猪的人,这个属相的人们,一直都有好运气的跟随,就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主儿。 他们自己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,甚至有时候令人觉得不可思议。 他们习惯了踏踏实实生活,不会投机取巧,会一直按部就班的生活。 这样的人很正直,也有很多好朋友,他们还是很聪明的。 在生意上面有助十足的天赋,很容易获得老板们的赏识,一定能够不断走高,利用骄傲的成绩,向大家证明自己的能力。 生效猴,属猴的人,说到猴大家一定会想到聪明。 没错,属猴的人们就是非常聪明的,不太喜欢体力劳动,会从事一些脑力工作,并且取得不错的成绩。 他们做事情都有自己的计划,并且一步步去执行。 在未来一周里,大家在事业上面的发展特别顺利,会接到新的项目,有了目标就是好事,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。 在财运方面也有了进步,会凭借个人的聪明,收获一些意外之财,令钱包彻底补起来。 大家有时间不妨去留意身边的异性,说不定能够摆脱单身。 生效羊,属羊的人,这个属相的人们,运势一直都是很好的,几乎不会遇到不好的事情。 在未来一周里,大家就像坐上了好运的列车,能够不断冲冲冲,再加上羊儿们,平时交往的朋友很多,又用了真诚,自然会在工作上面,得到大家的支持。 只要多投资,还会得到一些收获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智商最高的生肖,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们。 第一名猴,属猴的人从小至伤情伤双高,向来通勤达理,收获许多有身份有地位的朋友,能够依靠住聪明才智,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。 圈子不断扩大,都是对自己有益的,年纪轻轻就能闯出一片天地,身家不断高涨。 第二名猪,别看属猪的人向来是不善谈吐,平日里做事,也不会展现出多么聪明的手段。 但是他们是典型的吃亏食福类型,万事看得都很通透,只不过不会随意选择点破就是了,和这类人相处会让人感到非常舒服。 无论自己有助怎样的想法,都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回应,这足以证明属猪的人,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出色。 第三名属,生肖属朋友,可以说是聪明人里面低聪明人,有点可怕的是里面,暗藏还了点阴险的味道。 他们最擅长洞悉事情的发展和规律,钻影是他们的兴趣所在,做事总能快人一步。 先发制人,第四名虎,属虎的人天赋异禀,头脑聪明,从小怀揣愿望,努力勤勉,这种人通常特性正直,敢拼敢闯,年轻时挣钱的欲望就极强。 即使是屡战屡败,也无法叫他们完全抛弃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,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